来教大家一下如果正确的抓鼠 如果你抓鼠的时候五个指头只有 有任何一只指头没有碰到鼠子 那都是不正确的方法 首先,食指和大拇指头 完全就是抵到了这个鼠子的 一个下巴和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看,这里,就是完全 你可以拿捏住它的头 其次呢 这三个指头要成一个正确的 一个弯的一个姿势 把它躺在这 你看,把它窝起来 有的人拿到这 这样,这完全就是它可以够你 它可以咬到你 就是说你抓到它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够的咬到你 我们正确抓它呢,就是一定 这两个指头,你看,就是很多人说 我能用,我能感觉到我用我的大拇指 抵住它的那个下巴和喉咙的地方 然后这个指头,你就往前抓 不要怕,不敢往前抓 一个就是抓在腰上,抓到腰上反而会被咬 你看,它这样,怎么挣扎 它都挣扎不掉 它想一去咬你,它也都够不着你 看,一定是这样子的 然后后面这三个指头呢,一定是把它托住的 托住,托住 下次教你们如何乖乖让它上手